一颗颗象征其福的天灯缓缓升空 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十分国小与金山高中合作 将传统天灯的钢丝骨架 该以薄木片来取代 经过几次的实验 终于将天灯飞上天 我们就结合了金山科技高中 进行了相关的一个科技天灯的 一个探索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孩子他们会去主动的发掘 怎么样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天灯 能够有一个替代方案 能够让它烧得更完整 烧得更好 也能够在不影响它的 飞得高飞远的情形之下 让我们天灯有一个改变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后来就研究出来说 透过用那个我们的工程里面 那个贴地上那个薄木片 来改善我们天灯的骨架 代替我们原来的铁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种木片 木片本身就跟树式一样的材料 它就是一个树枝 所以当它没有燃烧完之后 它掉下来 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就是一个树枝 叫它地上 它最后会跟环境融为一体 那铁丝这种东西 它沾到油脂之后 它事实上会有一点点防锈的效果 所以它真的不太会坏掉 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差异化 传统天灯的骨架都是用钢丝制成花费的成本较高 天灯燃烧后也会留下满山遍野的骨架造成环境污染 为了保护居住的环境 十分国小师生一起发想以其他环保素材来取代钢丝 从后织板一直到现在的薄木板 配合金山高中科技中心的雷雕技术和设备 天灯架构到完成都很环保 因为我们天灯是用铁丝做的 然后这次的是用木头 然后上礼拜一的那个插销孔比较小很难插 然后这次的比较大 因为太大所以那个会掉下去 我们用双面胶黏 木片比较环保 然后因为木片不会污染环境 用木片的方式会比较高 是不是也比较满 对 是不是比较不会在山上留下太多了 对 十分国小校长表示 期望透过结合科技 改善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 用科技让环境更永续更友善 在这课程中孩子也主动发觉 如何让天灯能制作的更完整 更具有环保价值 一起希望释放天灯 能够不再造成环境上的负担 借成为平息采访报道